爸 是翠喜吗 是我 翠喜 翠喜呀 是我 爸 你们怎么搬到这儿来 也不告诉我 你吓死我了 几天前 孟府的大少奶奶来过 她握住我的手 就不松开 她人真好 让丫头下厨给我做饭 留下了钱 还让我和你叔叔一起搬到这里来 她还说 下一次过来 还要来看我 爸 丫头 不哭 不哭 来 翠喜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我都等你一天了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怎么了 你不在 那个想入非非了呗 樊华 来 樊华 怎么了 我们还没有正正经经的说过话吧 你说还真是啊 咱们要不就是打架 要不就是吵架 要不就是吵架 要不就是在床上 还不正经 说真的 你就不想知道我家里的事 我爸妈是干啥的 我以前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唱戏了 为什么又要串通王永昌 嫁到你们家来 我当然想知道 可是 我不想因为你的过去 影响到咱俩的现在 樊华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好 今天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 好 好 你说的这件事 是真的吗 哎哟 千真万确啊 他们的中间人哪 故意没在矿业里找 请的是 古董商邹百亿 就是他 他亲口跟我说的 真的是何华 就是啊 咱们费了这么大劲 最后 给他何华做饭了 鲍尔温先生 你有事找我吗 何华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事 很好 那么请你告诉我 那件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 前些天我刚和孟凡华 签了股份转让协议 好吧 事情的具体细节我不想再问 现在请你把这些股份 转让给开平矿业公司 你不要忘了 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墨林公司的雇员 这不可能啊 我虽然是墨林公司的雇员 但是这些股份 完全是我和孟凡华的个人交易 与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现在你手里的这些 妖窝矿业的股份 对我们大英帝国的 莫林公司至关重要 如果能够转让给开平公司 意义非同寻常 不可能 帕尔文先生 对不起 请允许我坦率地告诉您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股份 是我个人的财产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告诉我 该如何处置它 希望你明白 我讲完了 我讲完了 翠夕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谢谢你把一切都告诉我 你是一个好女人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孟繁华配不上你 我之前干了那么多混的事 但是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一定喜心革命 我一定会有主喜的 也要一辈子对你好 对你爸好 对叔叔好 来 繁华 翠夕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哥哥他是人中豪杰 我嫂嫂也是智慧心善的活菩萨 可是 可是我怎么能那么浑 我把我的股份 都卖给了那个洋人和华 我现在怎么跟哥哥嫂嫂开这口 我太混蛋了 我怎么那么浑呢我 虽然 我在你们孟家无名无分 但是我也不会再去帮助那些坏人做坏事 我会用我的权利 帮助你和孟家的家业 事到如今 只是抱不住火的 我们把事情跟哥哥嫂嫂说了吧 哥哥嫂嫂一定会理解我们 帮助我们的 何时开口 静态时机吧 二少爷 二少奶奶 老夫人叫你们过去一下 来了 来了 走 这樊华和翠璇来不来吃饭了 来了 哥 妈 翠璇啊 到这儿来 都坐下吃饭吧 来来 樊华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这 这样啊 现在 你也算腰窝矿的大股东了 我准备在矿上给你找点事情做 好 对了 那个 我听说 你跟那个美国人何华有来往 到底怎么回事 是你找他还是他找你啊 是我找他 不 是 他有点小事 他找了我 我告诉你啊 以后给我少个内戒 洋人打交道 听见没有 樊浩 你说话跟他好好说 你敢把他给吓了 我知道了 妈 吃饭吧 我打听清楚了 孟凡浩娶的是 大烟商蔡家的独女 可是他以前喜欢的 是九妮子的女儿 就是你小时候 打孟家小子的时候 活命护住的他那女孩 后来啊 因为孟凡浩娶了蔡家女儿 他一气之下 嫁给了凤凰山上的黑镖 这么说 孟凡浩和黑镖是大情敌 没错 好啊 我要和黑镖谈比交易 给孟凡浩点厉害瞧瞧 好啊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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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客栈送来请解 这家客栈 什么时候开的呀 洪叔啊 这客栈咱们去过 嗯 这是丰带名框 吴大成夫妻俩的 嗯 对 你说他们这个封台矿 关了之后 欠了不少银子 这小夫妻俩呢 在凤凰山下 开了一个小酒馆 后来不干了 怎么突然间 盖这么大一客栈 是啊 现在别的窑主 都纷纷配合 鸾州煤矿 把他们的小煤窑 入口到这边来 这对封台矿 这种小煤窑来说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 可这吴大成 却偏偏不参与 这不奇怪吗 好 开业的时候咱们去一趟 老淮 你也去啊 好 哎 哎 慢走慢走 里边请啊 请请请 里边请啊 您好您好您来了 没喝了吗 请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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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 快快 里边坐里边坐啊 请请请 看来这凤凰客栈 还真有点儿来头 这几个伙计 都不像正道上的 没想到这吴大成 这两年还长能耐了 先别说话 好 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快请快请 您请 王协办 您里边请 里边请 这边请吧 快请 快请快请 好 快请 快快快 里边坐 随便坐啊 胡老板 胡老板 恭喜发财 孟少爷 我说 你这儿可是够气派的呀 害怕您忙 没功夫过来呢 是啊 胎业这么大的事情 再忙我也得过来呀 是是是 好 来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夫人 美娟 是孟少奶奶 孟少奶奶好 老板 老板娘 恭喜你们了 彩莲儿 快带孟少奶奶进去坐 对 好 里边请 里边请 快请 对了 吴老板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孟少爷 今天只耐课 不收礼 这是我腰窝矿的礼 一定要收下 好 好 那这个礼我就收下了 孟少爷 真是太感谢您了 好 来 快快快 里边请 好 好 好 各位好 请请请 杰老板 最近可好啊 杰老板 最近可好啊 北老板 来 请请请 请请 来来来 买上买上 好 买上 来来来 来 孟少爷 多喝点 好好好 吴老板 真是辛苦了 哪里啊 孟少爷 上次封台逛一下 您别往心里去啊 人各有志 可以理解 老板 老板 有人找 我先去了 几位 慢用啊 我先失陪了 好 你去忙吧 好 快去把孩子抱上来 好 爹爹 孟少 来 乖 到这儿来啊 走 我们走 乖啊 我要问上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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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念 要念 怎么了 来 我要问上哥哥 不好意思 达上奶奶 这里是私人住所 不能进 大哥 大嫂不在 你又闷得慌了吧 也不完全是 好久不去广东街了 想去看看 这人多眼杂的 咱可得小心一点啊 是啊 大哥 驾 驾 小姐 你说也真奇怪啊 怎么 在凤凰客栈 雅妮一看到 那个叫梦生的孩子 就很喜欢 俩人玩得多好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客栈的老板娘 就一下子 把那孩子给抱走了 好像怕丢了似的 我觉得 这个孩子 不太像是老板娘的 小姐 你说呢 我也觉得不太像 老板 过来听戏啊 好好 里面请 里面请 你几杯稍等啊 老板 可上好的茶碟上来 来 稍等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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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呀 这 喵 这不是王写万吗 你们认识啊 那你是跟着他们一块吃呢 还是到楼上也坐啊 一起一起一起 行行坐 行行 坐 来 你就是王永昌啊 黑镖掌门啊 可是江湖上的大英雄啊 你呢 眼睛里当然装不下我了 但你也让人给我捎过话 说是要对我如何如何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我一直想找您 要跟您做笔生意 那可是大生意啊 大生意 说来听听 如今这个腰窝矿 那真是肥得流油啊 三天两头的派船去天津拉煤 从现在起 只要你出手截他一条煤船 就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笔银子 咱们可是按船结算 多劫多得 您看看 这桩生意怎么样 我不是土匪 不敢劫匪的勾当 王永昌 你为了给洋人当狗 什么都敢干啊 哎呀 只要有人给银子 你就牛刀小事嘛 怎么样 您给个准话吧 今天是在广东街 便宜你了 要是在外边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鸡 你这种畜生败类 别让我再看见你 记住 我 让你 Crush 疑惑 哎呀 我 这 你 你 不用 我 zne 有 鼓 来 怎么样 洗吧 这个黑镖 完全就是个土匪 好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让他跪下求饶 闺女 说吧 想要什么 爸爸给你带回来 我想要梦生 梦生 是什么呀 之前咱们去凤凰客栈 他回来就嚷着要梦生 估计是和他一起玩的孩子 叫梦生 我闺女真聪明啊 行 爸回来就带你去找梦生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真乖 晚上啊 我去找李班头谈点事 就不回来吃饭了 万事小心 走了 不回来 早上 玩小逆子 你这酒量可不行啊 他是 他是好人 再来一个呗 来来来 来来来 李班头啊 我说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我啊 我在这儿那可是老人了 手术也得十几年 就大狱里那些事儿啊 没有我李班头不知道的 你呀 别吹了 这张三璐你知道吗 谁 张三璐 你说张班头 对 这 他这人 不行 怎么说 他这人好色 喜欢玩女人 我跟你说啊 他家里头娶了俩 外边养着一个 没事还往那红春楼里跑 这男人要是好色呀 比那抽大烟还累 是是是 玩女人那就得要银子 要银子就得干那些 伤天害理的事儿 哼 俗话说 耻难吃钱难挣 这银子没有白给的 对对对 看来啊这小子 没少干缺德事儿啊 这话说对了 他已经死了 我就跟你说就说道了 这些年 他可没少拿魅心的银子 是吗 在我们大狱里 想弄死个人 就像弄死只蚂蚁 神不知鬼不觉 死无对证 那个张班头怎么死的呀 说是让火车给压死的 我看未必 这里边这么复杂啊 那 你再说 也再说啊 那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呐 听说外面那个棚子 家里头还剩一个 龟儿寡母的就这么过着 哦 那他们家住哪儿啊 住 广东街老宅子 就在那个 广发茶庄旁边的巷子口那儿 孟少爷 您问得这么清楚是 随便问问 来来来 喝酒 接着喝酒 接着喝 喝酒 喝酒 少爷 这就是广发号茶庄 应该就在这儿了 您看 应该就是这家了 走 去看看 有人在家吗 来了 来了 大嫂 请问这是张三璐家吗 你们是 我们是他的朋友 他是住这儿 不过他现在不在家 我们可以进去说话吗 你们 是来要账的 不不不 您误会了 我们就是多日不见 今天呢 顺道走到这儿来 来看看他 顺便请他吃个饭 那进来吧 大少爷 请坐吧 请坐吧 大嫂 张三璐去哪儿了 那个没良心的 谁知道他去哪儿了 这些年啊 整天在外面租 就知道他没好事 在官府当差 干得好好的 说不干就不干了 在家里躲了好些日子 把广东街上的馒头铺 给盘下来了 干了几天吧 他又不干了 跟坐贼似的一天到晚 东躲西藏 连个家也不敢回 那你们家这是 我们娘几个能怎么办啊 只能把那些东西 典当了 卖吃的 这没良心的 还在外头取了个小妾 听说还养了外宅 现在啊 也都跑了 那他现在还回来吗 不一定什么时候 跟坐贼似的回来一下 那他还给你们 送生活费回来吗 送钱 他还拿钱呢 我们娘几个 当了东西吃饭的钱 他拿了就走 他把馒头不卖了 不是得了些银子吗 那没良心的臭大烟 以前还整日 往那红唇楼跑 还染上了脏病 这 老怀 老怀 大嫂 这些银子 你先留着 大少爷 这怎么行啊 别客气 你告诉张三璐 我姓孟 就说我来掌握他 走吧 我送送你们 哎 买包子了 新春龙的小龙包子 有肉包子 有素包子 大爷 您查试我们的小龙包子吧 有肉子 还有素子 都是刚出锅的 你怎么回来了 你给我出去 别疏忽 这 快这去 你个没良心的 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 还这么对我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呀 这是我们家 姓孟的救命 你扶到人家 哪来的眼睛昏 别烦了 别烦了 我饿 我那是 隐私你都拿走了 你还要饿死我们吗 你个没良心 你给我回这儿去 张三璐 张三璐 这 张三璐 张三璐 张三璐呢 他不在家 不在家 不在家的去哪呢 他死了 他死了 他怎么死的 他 他在火车道上 被火车压死了 被火车压死了 腰窩矿的孟凡昊来过吗 谁是孟凡昊 我不认识 孟凡昊 你当然不认识 他要是来了 你就把刚才跟我说的话 再说一遍 记住了吗 好 好 走 不要出来 臭婆娘 孟凡昊来了也不告诉我 刚才亲眼在门口见到他 把鱼子留下 把鱼子留下 滚 张三龙 你给我站住 干什么你 我要杀死你 妈妈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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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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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报纸上说 南方革命向北方蔓延 天津现在人心惶惶 不但股票大跌 煤炭市场的价格 也不被看好 照这样 千金堪忧啊 现在煤炭价格 不是走低吗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索性 再把价格往下降 我倒要看一看 他鸾州矿野公司 和孟凡昊 敢不敢 和我比拼 这样做 我们会得不偿失的 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了 我们不怕 我们有实力雄厚的大英帝国 作为后盾 这一次 不把鸾州煤矿拉垮 也要把孟凡昊 托死 我看 咱们还是三思而行 再做决定吧 不 不用考虑了 就这么定了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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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见面地点选在这里 是什么用意 周大人 这也是没办法 现在 您已经是 开平公司 洋人的眼中钉了 这我知道 从鸾州矿野公司 成立那天起 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 开平公司那些洋人 做梦都想把我除掉 只是 现在没有机会下手 所以啊 在这个时候 我更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添麻烦算不上 我想找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现在我们 鸾州矿野已经成立 你怎么看天津市场 我认为 应该利用我们的优势 对开平矿形成包围之势 具体来说说 好 来 请 周大人 这开平煤矿 从唐廷书唐大人那个年代 就已经开始采挖了 所有矿井的行道 已经形成规模 如果我们从周围 开始采挖的话 势必会被他们发现 也不理安全 现在我们手里掌握的 这些小煤矿 有的已经很接近 开平矿许 我认为 应该从开平矿的一侧煤层 开始采挖 这样 既可以使他们的资源枯竭 也可以增加它开挖的难度 好 这个想法好 我们应该立刻采取这个战略 及时调整 采挖方式 周大人 这天津煤炭市场走低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煤价市场走低的领头羊 就是开平矿的报尔温 在价格上 我们对开平公司的挑战 也要有所回应 不要固守价位 让他把市场拿走 您的意思是 具体地说 在煤炭市场 尤其是天津的煤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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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开平公司 相同等级的煤炭 可以降价一两成 可以降价一两成 它低 我们更低 这样 也可以让开平公司感觉到 价格上的压力 我明白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压抵我们矿上的煤炭 争取控制住市场 一会儿我就回去安排 给他们来一个 浮体抽薪 好 少少爷 洪叔 您让冯大叔 到脚车房来一下 好 这次啊 咱们腰窝矿和开平矿 算是叫人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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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您找我有事啊 大少爷 您马上帮我帮一件事 您马上帮我帮一件事 立刻派人看测航道 立刻派人看测航道 把我们的采煤方向 全部转向开平公司那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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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告诉我已经接近开平公司 长的面的逛工 尽量和他们靠近 明白了 大少爷您就放心吧 洪叔 准备一下 去天津 洪叔 刚才我看过了 咱们的位置是在这儿 我们从这里向西走五十 到这儿横向 再挖一百到两百英尺 那样开平矿的开采难度 就加大了 这办法好 既可以阻止开平煤矿 向咱们这边挖 还可以让鸾州煤矿的周大人 大转拳脚啊 真是一举两得 孟大少爷说了 这叫釜底抽薪 不是 你们几个 知道该怎么干了吧 好嘞 好嘞 咱们就开始吧 好嘞 走 妈呀 您要多注意身体 有什么事就跟美娟说 好 快快 都拿出去 洪五 出去提醒这点大少爷 他办事太急 遇事要稳着点 放心吧 劳妇人放心吧 有我在 大少爷不会有事的 杨妮啊 爸从天经忙完事 给你带花回来 爸爸 我要大红花 好好好 给你带大红花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哥 哥 这就出发啊 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吧 樊花之前是不懂事 做了些浑事 以后不会了 哥 我还 等你回来再说吧 好吧 家里的事多照顾着 老怀 以后有什么事 烦华能做的 就让他去做吧 我知道了 二少爷做事挺上心的 就是有点 慢慢来吧 行了 走了吗 走吧 进去吧 路上小心 好好好 大娘 来 够慢一点啊 慢一点 好 再发 大嫂 翠喜 有事吗 来 进来说 大嫂 来 带雅妮出去玩 好 来 坐 有事吗 大嫂 我想问问 怎样才能 还是孩子 现在 樊花已经把鸦片戒了 我想 怀一个孩子 这样吧 明天 初一 我陪你去金娘娘庙 烧煮香 听说那儿 很灵的 多谢大嫂 大嫂 快看 这儿好美呀 你知道吗 这可是康熙爷 亲笔提的 真的 走 进去 走 金娘娘庙就在前面 走 新花 快点 来 来啦 快睡 大嫂 我不行了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这就累了 我告诉你 这台阶一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个呢 走吧 一千八百七十二 来 慢点 慢点 快到了 走 我听说这个金娘娘特别灵验 她能够求子保平安 历史上有经历的 记载 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 对锦中山都是特别的垂青 他们曾多次登临过锦中山 特别是康熙皇帝 他先后为锦中山提写了 明山初步 天下明山 灵山秀色的匾额 不仅如此 他还特别遇刺了大藏经 和一尊十六经四两的 纯经菩萨 来 你看 就是你看到的这尊金娘娘 因为皇族的垂青 所以这里的山 这座庙 才会这么地有名 难怪这里的香火这么旺 来 你知道吗 传说啊 当宁顺治帝 就是站在这儿 决定立康熙为皇位继承人的 所以啊 来这儿祭拜的人 不仅仅是为了保平安 还为辗辗皇庆 求子得孙 走 我带你去陛侠宫拜拜 好 这里就是陛侠宫了 啊 这里是求什么的地方啊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对 二少奶奶还不赶紧好好拜拜 替二少爷是个大胖小子啊 好 那我得成心拜拜 保佑我是个大胖小子 保佑我们家繁华 早日发大财 新花 新花 看 这就是鸳鸯树 赶快许个月 加个好人家 快 我才不能 快点 大少奶奶 您看那边那个男孩 像不像孟双 还有练剑那个女的 像不像冯兰兰 一般 你 当然 我 还好 哦 你 我 在 这 旅行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